在夜色掩护下 编队采取小群多路的方式 向目标地域开紧 刚刚占领阵地 全流程测试操作随即展开 导弹起数通信连条 测试操作 操作号手密切配合 精准完成导弹模拟发射 我们每一次战斗发射 都要求快速反应 快达快撤 从我们发射出户开始 一直到占领阵地 点火发射 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这也要求我们每一命操作号手 对流程都烂书于心 每一个时间点归能的动作 都精准高效 这样才能圆满地 完成好每一次作战任务 一路 两路 第一波速 回头就完毕 明白 迅速转进至 二号转载场 组织导弹转载 完成首轮模拟打击后 发射分队接到吊装转载命令 微光条件下吊装转载 难度高 危险性大 此时空中飘起了小雨 给官兵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训练 进一步测试炼 全营官兵在一案条线下 连续随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检验我们全时带战的状态 演练中 这个旅还组织全防护测试操作 设置不同特情 加大训练难度强度 确保人员 物资 装备等各个环节 保持最佳状态 随时能够投入战斗发射任务 为搞好节日战备 我们安排全体干部骨干一线值班 采取时兵时装 时按时地的方式 组织了多个波次的 火力突击训练演练 综合检验部队的快速反应 应急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确保部队只要一声令下 就能见谁令出 精准命中 有效毁伤